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9月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叼盘胡锡进预感到自己也要玩玩,正在瑟瑟发抖中 接下来,习近平会收拾官员,医疗系统的医生,可能还有教师 叼盘胡锡进在8月26日的微博中说 想想自己这些年说过多少不严谨的话 想想每次台上发言时,台下有多少人举着手机录拍 下一个射死的会不会就轮到我老胡了呢 想着想着我就瑟瑟发抖起来 看到胡锡进发这条微博 第一个感觉是老胡看到了自己的下半场 胡叼盘历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 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味道 都不用说胡锡进这个能知道中共历史熟知体制运作 有一定内部消息的厅级干部 就是我们这种普通百姓都知道文革已经到来 那胡叼盘就更不用提了 之前的郭沫若舔得那么积极 他的两个儿子不是一样惨死 现在的胡叼盘写了那么多文章 不可能偏偏都能揣摩到上意 若是有心之人 从他的微博中想找出点什么 一定会找得出来 就现在这大环境 那胡叼盘肯定也玩完了 所以他才发了这么一篇微博 老胡还是很清醒 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在民粹里获得了一时的利益者 最终都会在民粹的极端里走向终结 一个都逃不掉 所以现在这种因言获罪 反复无常的舆论环境 使得胡锡进也害怕了 胡锡进在今天9月1号又写了一篇微博 他说 切以为人在舆论场上不能狂 他应包括以下含义 不要以为自己比政府更有使命感 更有智慧 不要以为自己比法律更公正 不要说什么都用激烈极端的词汇 在自己有了影响力之后 不要得意忘形 对使用影响力一定要克制 谨慎 不要炫耀 世人皆罪 我独行 这是胡锡进在自我反省 自我批评 要夹起尾巴了 不过已经有点晚了 除了胡锡进 及很多人感觉到大环境的肃杀之外 还有一个人的文章 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是查网专栏作家 高级编辑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李光满 写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 正在进行 他在文章中说 中国娱乐圈一直都不缺臭气熏天的猛料 并将马云 赵薇与王林并列 而且说中央对于吴亦凡 霍尊 赵薇 高晓松的此番整治 以及蚂蚁 叫停上市 阿里被罚182亿元 滴滴被查 都是同一场大变革的前奏 李光满说 这是一场以资本为中心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人民正在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 所有组党 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 都将被抛弃 这种文风 有没有文革时 大字报的调调呢 或只是他自己写这篇文章 自娱自乐 然后有几只区捧他的臭脚 也就罢了 问题是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 中国军网 光明网等央媒 及数十家省市媒体 集中在重要位置 转发了李光满的这篇文章 规格之高 形式之罕见 一时震动 国内外 这显然是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网信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 也就是这篇文章代表了官方的意思 文革已经正式到来 从经济 金融 文化 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革命 接下来将是医疗 住房 教育领域 紧接着医生 官员 教师 就要倒大霉了 甚至挨披痘 官场大换血 房子不会再有市场属性 不能再买卖 因为李光满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到了 人民群众苦教育 医疗 住房 三座大山九宜 未来一定要治理高房价 高医疗费 彻底铲除 教育 医疗 住房的三座大山 医生收红包 科室卖药 接下来肯定会有举报 就像举报教师课外补习一样 咋收拾老师的 就会咋收拾医生 强国的习大神 实际只有初中教育 估计以后这些当初 瞧不起习大神学历的 所谓知识分子都会遭殃了 有人说习近平不可能成功 中共这么多年得到支持的基础 就是大家觉得 这些年生活有了改善 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但我认为习近平一定会成功 借反腐清除异己 他成功了 疫情那么残忍的封堵 老百姓还直呼叫好 整顿补课 打击娱乐圈 民众欢天喜地 这些年 医疗 教育 住房 确实是压在人民头上的 新三座大山 若他整治 这个领域 民众一定会对他 山呼万岁 以前就说过 所有这一切 本应在法治的框架下 用税收的形式来调节 但在中国 一定是用文革运动的形式来进行 这是中国拥有的文革土壤决定的 这些年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有提高 但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借了未来 二三十年的劳动成果 在当下享用的 并且在改开后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要知道 对社会有多少不满 就会激起多少人的怨恨 时代不同 文革2.0 当然不会完全一样 但本质都是对现有秩序 和社会财富 文化 思想的全面洗牌 习若是清理过去几十年 吃的标肥的官员 国企领导 然后提拔 没背景 被各种收割后排挤的年轻人 拥护习的人 不要太多哦 这还有一条消息 值得关注 就是北京市通州区 关于规范短租住房管理的通知 要求对不合格的民宿进行下架 这倒没什么 关键是北京市网信办公安 关于规范短租房住房管理的通知中 有这么一条 审查住宿人员信息天报审验系统 明确内容审核责任 而网友对这则消息的解读是 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入住的历史又要开始了 下一步就是朝阳大妈 挨护清查流窜犯的革命时期 历史的倒车再加速 在美国时间的8月31日 郭先生发了两个盖克小视频 在小视频当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 因为咱们是爆料革命 用班农的话说 要说99.99% 不能说百分之百 所以青豪素的功效是99.99% 青豪素它是第一 钢NAB的整个干扰素的一个药方 是总共五种药方 二 防病毒 腔氯葵加新 感染病毒后 EV菌素 土霉素绝对管用 现在的青豪素是一箭封喉 它不是一般的管用 国内的战友告诉郭先生 说青豪素到目前 他们所有的临床观察 给用药的延续吃的无一例死亡 另外的五种解药 爆料革命也会拿到 原理差不多 三 从郭先生直播到现在 对于青豪素的生产 原料配方和青豪素的研究者 现在马上是控制的 闭嘴的 彻底的垄断 这就说明问题了 这次解药事件 是国内十几个战友的爆料 昨天整个青豪素全球买断 美国法院已经责令医生 必须给病人使用EV菌素了 令郭先生还发了一条概文 说青豪素是从黄花豪中提取的 不是从青豪中提取的 只是名字用了青豪素 另外共匪拥有B-GNAB B-GNAB和B干扰素 合成的病毒解药 大约有五种 已合成百分之百的解药 青豪素是目前我们普通人 最容易得到的 99%预防 解除CCP病毒 打了一针疫苗后 副作用的有效解药 听完郭先生的盖特小视频 现在我把盖特上 一位网友的信息说一下 因为现在青豪素全网卖断或者下架 很多人买不到 这位网友发的信息是 黄花豪也叫草豪 臭豪臭黄豪野豪 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它的用法和长相 上面说可以煎汤 作用有抗病毒 抗寄生虫 促进细胞免疫 抗心率失常 解热 抗肿瘤等很多作用 若是大家买不到青豪素 可以上山采点臭豪 也就是黄花豪 然后煎汤汁 根 茎 叶 都行 百度上有详细的方法 另外 我们大家一定不要全部都相信百度的 一定要咨询身边的医生 我老家在东北 我小时候经常用臭豪 就是这个黄花豪 半煎椒 小葱池 前几天 郭先生说 东北人得新冠的很少 说是与饮食习惯有关 现在看来 是不是与我们东北人爱吃各种野菜有关呢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 AXIOS独家消息 川普想要获得盖特股权 尽管他尚未加入该平台 但是谈判正在进行 盖特现在用户超过200万 且拥有庞大的国际客户群体 巴西用户发展得很快 消息人士称 该公司正在准备推出 Gate Pay 2.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 但是奢侈品零售额增长了48% 而整体的社会零售总额却下降了4% 消费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也就是说 疫情之下 有钱人更有钱了 消费的非常猛利 而普通人没钱了 除了基本的食品支出 别的都不敢花钱了 3.ZeroHed.com报道 美国CDC免疫顾问委员会暗示 将不支持拜登的疫苗加强计划 AndPTS.com报道 FDA疫苗研究与审批办公室 政府主任辞职 Daily Mail.co.uk报道 CDC承认疫苗没能阻止住院人数的暴涨 从这三条新闻中可以看出 疫情压力 疫苗压力导致美国的医疗机构 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看来真的是只有夫妻等几个人 知道这病毒疫苗的内幕 而其他人都是被骗的 4.DT团队公告 爱调烟熏可以用来对抗 杀死新冠病毒 处在疫区的战友 可以每天在家里点一只 爱调是由爱好压碎 然后制成条状 自古以来 爱调烟熏就是中国人 抵抗瘟疫的利器 某宝现在还可以购买 要买长枝的 助青豪素也是来自爱好提取物 令DT团队在去年就挖出了青豪素 对中共病毒的预防作用 DT为自己的家人 去年就买了青豪素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